天天跟我做 每天一分钟 分一天一分钟 前几年聊天的时候 打一个微笑的表情 还表示友好 现在最起码要发一个 红彤彤的甜笑 要不别人就觉得 你在嘲讽他 老子就呵呵了 微笑的表情 让人觉得不舒服 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构图 因为这个表情 年代太过久远 当初设计的时候 缺少了面目的细节 看上去皮笑肉不笑的 加上眼珠子处在眼孔的最下面 视线也是从上往下的 让这个笑容看起来不禁伪善 而且四发出满满的负面情绪 横说都给人一种 嘲讽和高冷的感觉 不过这表情十几年前就有了 不差到了最近几年 才变了味道 说白了还是因为用的人 产生了共鸣 这可光有一半 得让互联网来背 曾经网上有过这样一句话 每当我在键盘上 瞧出呵呵的时候 我的脸上非但没有笑 并且心里想的是 我 这句话迅速吸卷了 整个互联网 本来突然是 表达礼貌的呵呵 一夜之间就成了 吃粑果的嘲讽 微笑的表情也是一个道理 很多人介绍他设计上的缺陷 故意把它当成呵呵来用 产生了恶性循环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很少接触 互联网的中老年人 仍然偏爱这个表情 因为他们只是单纯的 想表达自己的礼貌 和友好罢了 微笑只是一个简单的表情 它并没有包含 那些话里胡说的情绪 如果你还因为女朋友 发的一个微笑 就开心脑内小剧场 我也懒得跟你说了 反正你开心就好 亲爱的 我们可能真的回不去了 你是不是又把钥匙往哪家里了